足哥说电影帮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经典剧情片 红高丽 影片开场 某年的7月初九 刚刚19岁的九儿被迫嫁给了 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 这李大头因为有麻风病 50多岁才娶上老婆 坐在花窍里 九儿是百感交集 心里憋屈了那就没法提了 一想起他爹地那个见钱眼开的归村 九儿的心里就像有一万头羊头在黄本 这抬轿子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功诺 为了防止出事 李大头专门花高价请了一位教夫 这教夫名叫于战敖 小伙子火好话场 方言百里都难找 看着于战敖结实的背影 九儿激动的是浑身发烫 就感觉有一只小鹿在怀流人道 按照当地的规矩 出嫁的半路也要折腾心娘子 在于战敖的指挥下 教夫们一边唱着小调一边内叫 差点就把九儿给点尿 从九儿家到十八里坡 要经过一个叫青沙口的地儿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这个地儿长出了百世母的高粮 有一人多高 野茫茫的女人 如果在里边干点坏事 谁也看不见 一帮人正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遇见了街道 此人号称自己是汉匪神强突三炮 把这帮人全力吓吊 这倒霉催的抢完钱不说走 又打起了新娘子的主意 说大妹子恕我冒费 请跟我到高粮地里会一会 九儿临走时看了于战敖 意思是说 这可是你英雄救美的机会 现如今女生有嫩 就看你怎么办 于战敖一看 意识到要想告别单身狗 解放嘴后手 哥哥也在大胆往前走 于是这哥们嗷嗷一嗓子 就扑了过去 和其他人一起 把劫匪打开那地 于战敖的表现 令九儿非常满意 他故意把脚伸出去 一次鼓励 于战敖上去就握住了 九儿小脚 虽然两人没说一句话 但此时无声声有声 心有灵心一点痛 新婚之夜 九儿手里紧紧地 攥着把剪刀 他已经想好了 李大头自要是敢 动他一根汗毛 他就跟李大头同归一劲 到了后晚夜 九儿的一声惨叫 把正睡觉的伙计们 全都瞎尿 按照当地的风俗 新婚的第三天 九儿的爹地 接闺女回门 九儿骑着驴 刚走到青茶口 于战敖突然窜了出来 乌龙芬说 就把九儿扛进了高浪地 烈火欲干柴 两人马上就开始吓唬来了 忙活完之后 于战敖扯着破罗嗓子就喊上 歌声是撕心裂肺 把九儿爹地都给唱醉了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往前走 我回丫头 唱戏的 你给我出来 你他妈的 阴不阴 阳不阳的 不唱戏 什么歪腔斜掉 斜掉歪腔的 九儿回到家之后 死活不养再回去 把他爹地弄愿意 爷俩一言不合就吵了 九儿一气之下 把桌子都给掀了 转过天 九儿骑着驴回十八里 还没到家呢 就听说李大头被人给杀了 李大头无亲无故 九儿自然成了遗产的合法级商人 人风喜事竞争爽 九儿这心里高兴 老掌柜一死 烧酒作坊的伙计们就打算辞职不干 九儿说别信啊 你们要是走了 我一个人可玩不干 资要是大家伙留下来继续干 我给哥几个掌工资上社保 你们说好不好 伙计们一听 这福利待遇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于是全都留下来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心理 李大头翘辫子这事 很快就让于战敖知道了 这哥们喝完酒 扛着扑盖酒就来到九儿家 把那天他跟九儿在高粱地里的事 原原本本的跟伙计们说了一遍 有细节有画面 把大家伙听的是一阵阵的歌探 一个个仿佛身临其境 甭提我多生动 九儿一听可气的不轻 露音气腿脚 罩着于战敖的屁股就是一顿胖揍 然后让人直接就把这哥们给扔了出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当地的土匪突三炮带着人突然杀到 二话不说就把九儿给绑架 说让马上拿钱属人 不然就死票 三天后 管家罗汉大哥带着三千块大羊 把九儿说了回来 于战敖一看他能干 一个人跑去找突三炮团长 说你呀是不是把九儿给上了 突三炮说哥们就是为了钱 再说他老公有麻风病了 这种女人我可不敢碰 这突三炮虽然是个土匪 这顶带种于是就把这胳膊里放 九儿虽然捡了条命 但也吓得不清 整天躺在抗场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管家罗汉大哥说掌柜的 你这整天的好事懒做可不行 其实是出新酒的日子 你不过去看看呀 这酒酿的怎么样咱先不说 不过这首歌当年可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连收费品的都会唱 喝了咱的酒 上下同情不可走 喝了咱的酒 这阴庄阳醉不愁 酒儿正跟伙计们有说有笑的时候 于湛敖突然杀到 这哥们先是往酒篓子里撒了泡尿 然后扛着酒儿回屋睡觉 于湛敖这泡尿的威力可太大 咱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什么缘 反正这高粱酒精尿一泡 马上就有XO的味道 当天晚上 罗汉大哥虚晃一招撒子聊 这哥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没人知道 九年后 于湛敖和酒儿的儿子已经酒退了 而与此同时日本鬼子也杀到 土匪头子突三炮和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罗汉大哥 在同日本鬼子的战斗中不幸被活捉了 日本翻译官跟屠夫胡二说 太军让你去把突三炮的屁股 胡二说您别开玩笑 这不是瞎胡闹吗 翻译官说你压要是不干 现在就让你领盒饭 这活就算领盒饭也不能干 为了不让突三炮活受罪 胡二一刀捅死了自己大哥 然后举起刀就打算给鬼子拼命 最后不信得了命 胡二的徒弟蒙圈哥是个怂火 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 他居然把罗汉大哥给护博了 为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也为了打击这门鬼子 酒儿迅速召集大家开了一碰碰碰会 鱼战熬带头 大家喝完酒之后就开始给鬼子买底雷了 影片的最后随着光当一声 小鬼子们被炸上天 而酒儿和他的伙计们也撞了起伤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集 山外青山楼外楼 借酒交抽抽更头 包办婚姻不可取 最悲催是李大头